据法新社报道 11月1日 随着特朗普大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 在纽约法院出庭作证 在这个威胁共和党亿万富翁房地产帝国的 涉及大规模金融欺诈的民事诉讼上 特朗普家族成员将会连续现身 报道称 现年45岁担任特朗普集团执行副总裁的小唐纳德 同其弟弟以及他们的父亲一样 均被纽约州总检察长利利西亚·詹姆斯 指控在本世纪初 为了从银行获得更好的贷款和更优惠的保险条件 使该集团的资产虚增膨胀到数十亿美元 听证在一日下午开始 并会在二日继续进行 标志着特朗普家族成员在法庭上将会连续出庭 埃里克特朗普 唐纳德特朗普本人 伊万卡特朗普 不过后者提出了不作证上诉 报道称 穿着深蓝色西装 浅色衬衫 打粉色领带的小特朗普 确认其在特朗普集团中的角色 纽约州总检察长代表问询 谁在特朗普于2017年入驻白宫后 掌握特朗普集团 小特朗普神情轻松地回答说 是我 我的兄弟和艾伦·魏塞尔贝格 曾任集团首席财务官的魏塞尔贝格 已因税务欺诈在2022年被判刑 听证会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友好的积分中进行的 与特朗普父子以往对司法部门表露的 恶毒攻击言辞相距甚远 报道称特朗普当晚在真实社交网站上发文称 别烦我的孩子们 恩格隆 你是法律界的耻辱 阿瑟恩格隆是这一案件的主审法官 特朗普本人将于6日接受问询 律师们辩称 对特朗普大厦等集团资产的估值是主观的 却是真实的 银行没有损失任何东西 但一日以专家身份出席听证的 一家投资银行总裁 米歇尔·麦卡蒂认为 如果银行对特朗普的财务状况不那么乐观的话 他们本可以决定设定更高的利率 报道称 特朗普一日没有出现在法庭上 自开庭以来 他一直以司法阴谋的受害者自居 虽然他在这场民事诉讼中 不会面临牢狱之灾 但他可能会失去对部分房地产资产的控制 外加2.5亿美元的罚款 并会被禁止在纽约经营公司 2.5亿美元的罚款